臥室和廚房只有一門之隔 床和沙發擺一起 吃飯睡覺都在同空間 一到兩房的小宅 成為房市主流產品 除了高房價 還有這些原因 不婚不生 或是頂客族數量越來越多 最新統計從二零一二年到二零二零 九年以來 有小孩的家庭 名佔比下降百分之五點九 單身戶籍的則增加百分之三 到百分之十四點四 而只有夫妻兩人的上升 百分之三點五到百分之二十 一共增加四十三點四萬戶 婚而不生的頂客族 或子女獨立離家的空巢族 也造就房市邁向小宅化 或者是工程期零付款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尤其是北部 本來是小宅的一個重心 但是其實大臺北以外的區域 那有一些北部的開發商 也把這樣的經驗往南帶 應該都會希望都達成這樣 但還是要努力 只不過只婚不生 不見得都是經濟考量 專家表示有些高薪頂客族 因為注重生活品質 選擇兩人世界 因為少了小孩 財富累積比較快 換屋頻率相對高 建議購屋時 更要注重地段與轉手性 讓資產更加彈性靈活 下期新聞宋雲寬 李孟山台北採訪報導